碗柜有异味怎么办?厨房碗柜使用久了之后,或多或少会泛发一些异味,那么这些异味该怎么消除呢? 如果家中常喝咖啡,那么可以把咖啡渣取出晾干,放到纱布袋、棉袜里面,制成小巧精致的厨师储味包,然后把它摆放在碗柜的角落。 咖啡渣就像活性碳一般,有无数的气孔,能吸收空气中的特殊气味。 橘子、柠檬等芸香料的植物表皮都带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 潮湿天气时,在石木碗柜内摆放一些橘子皮和柠檬皮,能有效聚出异味。 石灰也具有非常好的稀巢厨师的功能。 人们可以用布袋、麻袋等装一些生石灰,摆放在碗柜内和厨房空间各处,让空气保持干燥,这样也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碗柜。